哈囉,大家好,我是練習笑,那今天蕾亞更新了Storica 萬象物語的故事 最近是有什麼節日嗎?嗯,不知道呢... 喔,煩死了,這個節日...啊... 欸,是可以自己選角色的... 那...我們來選個... 卡努拉洋波自動隊 然後...這個就帶...這樣... 保險一點 好,走吧 他一開始就讓你自己選角色,那應該...沒有故事嗎? 就是一進去就戰鬥那種 嗯,果然...可以幹嘛囉 舉行狩獵表演時,會有許多羞涩的貴族淑女坐在這裡 替她們心目中最強的是勇士加油 王國禮捷容許女士們拋話來... 安心的表德,阿易 就像是把手中的捧花準確的認到心儀對象附中 要是丟錯人就尷尬啦 走吧 算了不念了,字太多了 喔,只有一場戰鬥 好,香菇 這就是會造成首位弱化的香菇喔 沒什麼問題 沒了? 沒了? 不太懂,我... 最近是流行很短的,很短的故事嗎?為什麼? 受邀參加宴會 你知道嗎?看到這個圖一開始我還以為是... 安傑莉亞跟王叔暫時修兵,把她邀請去參加宴會之類的 不知道,還沒看完都不知道 我來看第二個故事 第二個戰鬥 一樣沒有故事 好吧,沒關係 你知道嗎?我去看... 赫斯蒂亞SP的那個下面留言 她說,誰快救救她,她溺水了 欸,雷爾夫 這是雷爾夫吧 不能點擊,沒辦法點她 沒翻譯,好吧 欸? 嗯... 這不是... 王國符文詩 去使團的憤怒 沒想到吧 可惡 今天明明是我的三十歲生日 為什麼還要被安排在這裡值班 而且每一個都成雙成對 有沒有為單身的我著想啊 去使團的憤怒 沒想到吧 單身三十年的我 不為魔法師的成就 居然就是生日今天 莫名得到飛躍性的成長 三十歲也轉職成大賢者了 今天就要報復所有人 哼啊! 莫名奇妙 等一下 本想是為施展穿透攻擊 看起來血量不是很高 不能動了 喔,死掉了 有點太快 還沒結束 還沒啦,我還能賺啊 今天我要轟殺所有人 你...你是負責清潔的王城女僕 你...你記得我的生日? 你...你記得我的生日? 呵呵呵 送我的禮物?真的嗎? 居使團簡一 呵呵呵 奇怪了 原本莫名得到的符文能力 現在又莫名消失了 但為什麼我一點也不覺得可惜呢? 是的,我可以 終...終於脫離單身了嗎? 坦白說30歲就... 單身還是處男之類的 就能幹嘛那個... 那個設定我不是很了解 好 欸?是只有這個故事嗎?我看一下喔 沒了! 沒了! 沒了是嗎?等一下 好吧,算了,沒關係 我們來抽 這叫什麼 龜夢復魂 來 有兩個我沒有的角色 蒂卡SP跟諾娃SP 來吧 沒有 再次復魂 五回 跳過 再次復魂 好,一回一回復 沒有,跳過 再次復魂 沒有,跳過 話說 然後 蒂卡SP跟諾娃SP 好像 不怎麼在攻略上看到 可是 還是想抽 欸! 有個金色的喔 有東西喔 看一下 好,第二個就滑到金色了 好,蒂卡SP入手 再次復魂 我們來抽 小兔子諾娃 好,沒有,跳過 地卡 再次復魂 又沒有,跳過 雪莉 還是沒有,跳過 好啦 喔,還有一個沒點到 看來還是沒有喔 跳過 再來 玩了幾次啊 雖然我都是沒有充 花大錢去充石頭 可是這樣充一充也是沒有感覺自己充了幾次耶 再來,沒了 好,入手 蒂卡SP而已 好吧 那裡 這邊 等一下 他的聲音是水妹的 一樣是 好喔 謝謝大家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